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专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4号的晚上 周五 那么专头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既然是周末嘛 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周的话题汇总 聊一个我认为很有意思的 什么 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大水当中 所面临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难题 是他很难去解决的 左右为难的 这么一个话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拿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回事呢 你看这一次的北方大水 可以说自打发布红色预警之后 整个北方从行政到舆论到实际救灾 就变成一锅乱码 就可以说就好像一个刚下厨房的新手 说炒个新红柿炒一弹吧 好像新红柿炒焦了 邮件的到处都是 锅还烧漏了 然后那边米饭还闷的糊了 或者泡了锡了 整个是亲手进厨房 就后面都把厨房炸了 中国现在的国家管理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一团糟 说泄洪没有提前通知 然后泄洪为了保熊安 保一个根本保不住的熊安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正常人 正常国家都羞于其耻的问题 在中国都变成了问题 很多百姓产生了荒诞的感觉 那这个问题的核心根源是什么呢 我来分享我的观点 那就是 是排放和银子 知道什么 这不是排放吗 以前那个贞接排放 排放和银子之间的一个矛盾 您听我慢慢来说 首先第一点 目前来看 咱们说 昨天包括前天的论述 我想讲得非常清楚了 熊安不值得保 也不该保 但是偏偏现在为了保熊安 让河北蒙受重大损失 让河北百姓蒙受重大损失 这是什么 是舍本竹末 但是在我们百姓看来的舍本竹末 在官老爷看来 却恰恰是他们保本的买卖 为什么 因为熊安是咱们圣上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是人家心爱的玩具 也有人说 说是人家为了将年 怎么怎么样 要之后 一个建设的这么一个千年大计 那在中国的官场 这些官员保熊安 就不是像我们百姓一样 觉得是扯淡了 人家保熊安 保的就是官帽子 保的是人家政治前途 人家官员精明 可一点都不傻 但是你看发生了冲突 冲突在哪里 一个保一个不保 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的百姓和中国的官员 实际上是站在了两条 我不能说平行 就是永不相交的 交叉的冲突的路线上 双方的利益诉求 按中国共产党的说法 那我们是代表人民的 那我们是我将无我是吧 有我必不成功 不不不不 工程不必在我 OK等等这样的 我们爱国爱民 按说党和人民的利益 咱不说大小怎么划分 方向是一致 但这件事情上你看到 方向是完全满领的 这就是我说的银子和排放的区别 中国一直宣传的这套口令 宣传的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公仆 是吧 这些东西 但实际上它做的是另外一套 那么以前的一些小问题 对吧 一些贪污 腐败 三公问题 公款吃喝 公款旅游 或者说会所 那摩花样洋房 这些私下的东西 贪污腐败 咱们不说了 就不提了 新闻只要不报道 把那些刺头的 那些什么709律师 全给压按趴去 这个局面能控制得住 你们谁知道 我背后怎么生活的 谁知道我背后多么的奢侈 你们都不知道就完事了 但是因为这场大水 把这个矛盾直接公开化了 就像那个水里的 这个滴沟里边的那些东西 烂了以后 欧轮被水泡上来一样 它一下浮于公众面前了 你现在就到了抉择 你是为人民 比如说为人民服务了 你是稍微能够体恤一点人民 还是完全不体恤 完全不考虑民生的 这个选择 那就是一个著名的电车难题 对吧 这边绑着几个 那边绑着几个 那我来决定电车压哪边 总得压一边 中国现在困局 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看网上有一些人 还在那说 说保雄安没有问题 反正总得保 要么保雄安 要么保北京 反正不管怎么样 河北都得淹 同样在网上 我说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有一个网友 就他们给说了一个话 说什么 说你知道吗 日本是没有泄洪区的 你仔细品这个话 对吧 中国的有些杠精也好 或者有些粉红也好 他们那个被这个 洗傻了洗磋了脑子里边 永远只有这两个概念 就是要么保北京 要么保河北 要么保大还是保小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总好像必须得做个抉择 不能做抉择 好像就是他们脑子都白涨了一样 可实际上 为什么不能两个都保 对吗 所以本质上来说 如果没有这个熊安这个城的话 没有熊安这个派倒的 这个千年大计 投那么多钱的话 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考虑 因为他们白洋店自古以来 本身就是华北平原 一个蓄水区 对吧 华北平原有的隔几年 有的隔十几年 有的隔几十年 会来一场大洪水 或怎么样 这是由于北方 或者中国这个整个气候结构导致的 好像听说 我听说是从自打中国古代就开始 从那么清朝就开始 甚至更久就这样 那这样你要往后揪原因的话 那你可能跟这个地球的情角啊 什么南北回归线啊 什么什么气候啊 季风啊 都可能联系 那就没有意义 谈这个没有话 没有意义 根本问题是 那你既然在这个地方 你不该建成 你非要建了 你非要建你还要保它 那不就把所有问题 都给搅乱了 把本来的次序和秩序搅乱了 也把原本的谎话给撕破了 中国好面子 这面子什么 就是排放 诶 贞接排放 走哪儿 背到哪儿 就这么猎语 就这么贞接 诶 我就为人民服务 我就正大正大的 好 那你既然要维持你的排放 你就得做出相应的决策来 是不是 像这次 今天我看了河北的后续的消息 说有一些部队的 周桥部队 到了他们灾区之后 都给劝反了 不让进去 这个我就说不通了 你说前面说 有人说 有些救援队 我不是怕他们进去拍东西 那救援队 我们不让 是因为他们自治不行 他们那个冲锋舟什么的 那个在水里边 会被水里的东西刮烂了 但是冲锋舟漏水了 然后我们救援队 还得再去救救援队 浪费资源 给我们搞事情 你就别进了 这个理由你勉强说得通 我可以理解对吧 水里边 有些那个皮划艇什么的 不精华 水里边那钢丝 或者什么 马上给嘎破了 你掉进去了 可以理解 那部队的周桥部队呢 对不对 你们人民的子弟兵啊 你看今年北方大水 没有部队的影子 你猜是为什么 那很简单 没全掉动 所有的军权定御军 在这样一个民感口 你看看火箭军 现在什么尿情了 被收拾的 谁敢轻易调动部队 没有上面那位 没有上面那位 那位发话 对不对啊 所以在这个当口 没有人能顾得上这个牌子了 这个牌坟了 这个牌坟 中国这个这个牌坟 针接牌坟已经被淹了 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那所有官员都去跑去抓实惠去了 就抓咱们圣上的大腿 你看那河北的书记 是吧 当好北京的护生河 他在干嘛 他就是在讨好上面 你百姓死多少 跟他有什么关系 不重要 河北人活着负担 哎呀麻烦 影响我升官 这次连胡锡进都跳出来 批这个河北的书记 说话不合适 你可以看这图片 就说明他这波 其实从官场技巧上来讲 抓得过于露骨了 过于考虑他自己 当然他怎么死活 咱们不重要 不用考虑他 咱们还是说这个本质 所以你看 既然说熊安是一个集权的 是一个考虑到咱们圣上自己利益的一个乐趣 一个玩具 一个爱好 和这个牌放发生了冲突 那你干脆就把这牌放推了 不就完事了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中国现在你还要这个百姓 我要为人民服务 你就把这删了 你就说我们现在就是给你一口饭吃就不错了 我们就重新恢复地质 我们就重新恢复奴隶社会 你中国不是有那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吗 他们就算奴隶 注意啊 我说的不是说我真心认同啊 我说的是反话 免得有些杠精听不懂 要过这儿过这儿来怼了 没必要 您听我说完 对不对 你现在不要这个脸了之后 回归你中国实际的本质 你现在河北这帮人 河北的群众们 河北的朋友们泡在水里边 不就是跟奴隶 还不如奴隶的 咱们说了奴隶还是主人的财产 主人还会维护呢 你现在本身实质都不如 那你干脆就把它实至名归 你不就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包袱了吗 还用得着什么禁言不禁言的 全部恢复股市后 啊 牙门口八次开 有礼没钱莫进来 我们就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们就代表这个有产阶级 我们就代表贵族 我们代表红色贵族的利益 不就完事了吗 你就你看现在新闻 就没有那么多压力了 百姓也没办法拿这个攻击你们了 中国现在是自己 给自己制造破口 自己嘴上说着 我们要为人民服务 一边干着 让人民断子绝孙的事情 那你干脆就不要就好了 当然话说回来 如果他真的选择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这么好解决 我三年两句给解决了 那我就不在这待了 根本原因是 他如果真的选择这张皮不要 这牌方不要了 他跟整个世界主流社会就会脱节 更重要的是 最终内卫的面子也会挂不住 所以中国现在一直走的 以后也将会去走下去的 就是既要又要的路线 这不知道是哪个中共领导 给他们开了一个头 这习惯了 古人说了这么多年 几千年在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他们就是我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结果现在养成习惯了 干什么都要两手抓 那两手抓可以 你看那杂技远远 他确实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哪个球都没丢 但是您得有这个本事 没有金刚钻别懒瓷器活 没有那治国水平 还想玩这个手法 那最后就变成现在这个鸡飞蛋的 所以今天是周末嘛 砖头不愿意把这话题说的太深入 说的太难过 给大家影响不好心情 这方面我们就点到为止了 好吧 有什么事情咱们下周再说 但是我必须要提一嘴的 是家里如果你有亲戚 有朋友的话 你就要注意 现在有两个地方 一个天津 一个河北 就是卓州这块 你们还要注意 因为第二波洪峰要来了 这波洪峰虽然天也晴了 但是像北京啊 什么13零水库 他们全都在泄洪 全都在泄洪 所以说 大概他们官方说 有个几亿立方米的水 他们用了一个词 还要过境这个河北 是啊 过境河北 顺便带走河北的无数生命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 这好说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没有 所以河北的朋友 你们能自救的 能想办法的 赶紧想办法 能离开的 不要停留 赶紧跑 这是一个事 另外天津的朋友 也是一样 虽然说什么 海河下召天津位 三道福小两道关 天津 我去问了天津的朋友 他们说天津已经在做准备了 在尽可能的排空海河的这个河道 流出库容来 流出这个容量来 迎接即将到来的洪峰 但是因为我不是水流乱家 我也不知道海河到底能不能撑得住 所以大家做好一定的准备 好吧 有一些临近海河河道边的朋友 你们家里边一些细软 是吧 一些怕水淹的东西 该收的收一收 如果那边说要撤离 你们也赶紧跟着撤 这是我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尽量保障生命安全 这个国家不爱我们 这个政府奴役我们 但作为我们老百姓自己 大家记住了 在今后的中国 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永远不要指望 国家要给点福利 你就接着 算是他们有良心 或者有不多的一点点良心 就算是中五百万了 但是主要靠我们自己 这个国家 你说说你能指望他什么 连个泄洪提前通知都做不到 没让你花一分钱 就让你提前通知一声 他都不愿意做 你还能指望他什么呀 只能靠自己吧 同志们 好吧 就跟我之前防疫的时候 风控清零的时候 我就说过 提前准备东西 是不是 这次也是一样 以后中国老百姓 在中国生活的成本 实际上是比全世界 甚至比美国都高 因为但凡是一个国家 哪怕像一些中国看不起的 不发达国家 那都有基本的保证 整个世界那么多国家 都有免费医疗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 你就知道 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实际上是老百姓 要支付很多东西 是别的由国家支付的 别的国家由国家支付的 这些东西 所以中国成本 中国的生活成本 在国际上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好了 那节目最后 咱们就扯点钱包 说点扩散性的东西 对 还有两件事情要说 昨天咱们说的 关于中国国内无人捐款 国外无人慰问 有网友提出异议 很多人都说 那我没办法一一回答 有人说 那蔡英文说了 你为什么不提 是台湾的朋友问的 还有大陆的朋友说 有明星捐了 你为什么不说 那目前来看 我听说是有一些企业捐了 也有一些艺人捐了 比如说听说黄老明他们 是吧 听说捐了 捐了多少 听说捐了20条批花艇 网上一查 批花艇 你看这价格好便宜 当然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捐了那样 不重要 但是明星和企业的捐款 在我看来 是不能够体现 一个国家真实的拥护力的 因为不管是明星和企业 他们实际上在中国 你想做企业的都是 对吧 得到有人 所以那些企业本质上 都是一种表演 都是一种表演 所以这些表演 是为了做给下面人看的 如果下面的民众跟着捐 你看过让子弹飞没有 对吧 土豪和士绅的钱 最后是要元素奉还的 而民众百姓的钱 积极分账 当然那是一个 他是那么说 这个中国未必会分 但是他说这意思 就是一个国家 你看着他的拥护度 我们说国内无人捐款 默认指的就是百姓 没有那种成规模的 踊跃的民间捐款 因为大家心都寒了 企业和那些人不算 这是一方面 然后说蔡英文这事 台湾朋友 其实你们问我这个问题 不太应该 你仔细想想 我没有批评您的意思 没有批评您的意思 但是您仔细想想 我说的是 国外无人捐款 国外无人捐款 你觉得对那些粉红来说 或者对他们很多人来说 台湾算国内啊 还是国外啊 没有我意思了吧 就是如果他们承认说 国外有人捐款 说蔡英文捐了 自己打脸 台湾你把台湾独立出去了 所以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 所以就没有人说 所以就不愿意提 好了 那今天话题 咱们就聊到这里 今天聊的比较松散 都是一些我自己脑海里的想法 一些念头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可能有说的不严谨的地方 或者说错误的地方 欢迎大家给我指正 在评论区留言 那如果你喜欢这种视频的话 欢迎给你转头点赞订阅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这个精神不要绷得太紧 适当的对自己好一点 尽自己的能力所能 然后咱们这个日子还是要过 我们还是 这都啰嗦几句 再啰嗦几句 就是眼前这个世代 肯定是向着越来越混乱去走的 那怎么着呢 难道我们就都混乱了 我们都自尽吗 那不至于 对吧 所以我们一方面了解混乱 了解这个世代 了解新闻 确实会有时候 会让我们一些不舒服 但同时利用一些周末 利用一些有自己的空闲时间 我们需要给自己的内心 轻轻读 轻轻淤 我们一方面关注这个黑暗的世代 但一方面我们也需要 给自己的心灵 做一个照明 免得自己因为这个新闻 慢慢就是郁闷啊 抑郁啊 最后把自己遮进去 没有必要 我们是为了要趋利避害 选择更好的方式 来这个规划我们自己和孩子的未来 而不是为了去 就是说怎么说呢 去为了把自己融入这个黑暗当中 没有必要 好吗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观点 好 现在结束了 不能再啰嗦 再啰嗦时间又长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